第九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 今天举行颁奖典礼 幸福绿皮书 非裔男星马赫夏拉阿里 Marshela Ellie 再度荣获最佳男配角奖 致辞时将这份书荣献给祖母 或外祖母 路透社报道 马赫夏拉阿里在台上表示 祖母曾对她说 我能全心全意去做任何事 并敦促她要正面思考 她说 我知道没有她的话 我不会站在这里 马赫夏拉阿里在 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 中饰演古典 坚决是钢琴家唐薛丽 Don Shirley 在1960年代 种族歧视仍然严重的 美国南方腹地巡回演出 马赫夏拉阿里在致辞中也表示 他努力捕捉薛丽博士的神韵 反映这个人的个性和他的 我要谢谢他 马赫夏拉阿里2017年凭借在 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Moonlight的精湛演技 夺得最佳男配角奖 今年以幸福绿皮书第二度 入围最佳男配角奖 年少时代的篮球生涯亮点 在推特上再度掀起讨论 现年45岁的马赫夏拉阿里本名 马赫夏拉哈希巴兹 季尔默 马赫夏拉阿里本身于加州奥克兰 190公分的他在大学时期 打过一级男子篮球锦标赛 Division Ike 他在加州圣马力学院 S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 打后位位置 四个赛季场均3.6分 最后一年平均每场进账7分 然而他2016年在GQ杂志访问中坦言 当初为了奖学金才打校队 隔年在全国公共电台NPR受访时也表示 不觉得自己对延续生涯有热情 他说我拿到奖学金后 并没有真正就如何进入NBA设定下个目标 或许这才是最好的 我开始演戏 有个老师给我机会参与一场表演 对我来说有点容易 我决定研读戏剧表演和进入研究所后 才发现难度 感觉像是进了纽约大学 才确定这是我应该追求的 刚好一切都很顺利 马赫夏拉阿里在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中饰演悲异贫穷男孩的毒贩精神导师 生涯首度入围奥斯卡 就在2017年报回最佳男配角大奖 当时他在得奖感言中向导师和教授致谢 马赫夏拉阿里不仅是首位赢得奥斯卡奖的前全美大学体育联盟 NCAA一级男子篮球锦标赛球员 1999年改姓伊斯兰教的他也成为首位抱回小惊人的穆斯林眼星 中央社